日本有一个小女孩 继带香一出生就五万变形 她嘴巴歪斜 鼻鼓扭曲 耳朵也没有耳道 她从小被称作怪物 但您相信吗 靠着超乎床的毅力 她克服种种困难 通过了日本难度极高的 公务人员特考 她的故事感人至深 激励人心 高跟鞋配上纤细长腿 走起路来婀娜多姿 一袭黑色景深短洋装 包裹着玲珑有质的身形曲线 举手头足间近视魅惑性感 当她抬头的瞬间 扭曲的鼻鼓 歪斜的嘴巴 这令人震撼的视觉 不是特效 而是她真正的模样 你好 我的名字是Alexa 我的名字是不同的 我的名字是不同的 但实际上开始移动 我认识 33岁的新秀女模爱丽森 以她的独特风格走红纽约时尚圈 天生患有下额骨 颜面发育不全症 又称无脸症 从小受到同学们排挤 但她没有因此放弃 历经一百多次的脸部手术 爱丽森的自信和勇气 把不一样转换成特色 有导演为她拍摄微电影 演出邀约不断 无脸症是一种显性遗传疾病 发病几率五万分之一 因为第五对染色体基因突变 导致脸部缺乏骨骼五官畸形 甚至呼吸 语言 听觉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而在日本这位无脸症女孩 季代香勇敢面对镜头走向人群 她的故事更是感动人心 她是山川继代香 出生在日本三重县 五官平坦 眼睛突起 眼角下垂 更让人心痛的是 一出生外耳畸形 没有耳阔和耳道 从三岁开始佩戴鼓传导助听器 医生在她的头颅骨植入钛金属 再借由贴在她胸前的助听器 将声音的震动传至头颅骨 再传到内耳感受到声音 回想起怀胎十月生下 季代香的那一年 妈妈落下眼泪 家中三个孩子 季代香排行老二 却只有她罹患无脸症 爸妈给足无限的爱和关怀 但面对人们 像看待怪物似的眼神 让季代香越来越自卑封闭 她开始讨厌外出 在妈妈的鼓励之下 她在全校师生面前 站上了演讲台 三年六年 山川千岡 我就是 长久以来压抑的心声 季代香终于说出口了 季代香从高中的这次经验 得到勇气与自信 克服对异样眼光的恐惧 顺利从大学毕业 大学四年 她渐渐打开新房 交到不少好朋友 毕业后 季代香顺利通过 录取率5%的公务人员考试 在日本爱知县 卫福部社会福利署工作 她用粉红色装扮自己 工作大多能顺利完成 唯独接电话这件事 这一天领到人生中 第一份薪水 季代香邀请爸妈亲戚 到高级壽食店庆祝 为大家送饮料 倒酒 一家人干杯 和乐融融 吃完饭后 季代香播放了 自己熬夜准备的影片 一张一张 从小到大的照片 妈妈抱着两个月大的她 第一次骑脚踏车 一家人看着 不禁眼眶泛红 尽管外表残缺 季代香没有向生命低头 她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 在专业领域发光发热 因为爱和接纳 勇气和努力 只要不放弃 一样能活出精彩人生